各位同学大家好 现在要进行的是统计学系列课程 我们这个单元我们要介绍的是 加码函数就是所谓的γ方选 首先我要介绍的是 γ方选的一个定义 γ方选它是一个高等函数 何谓高等函数呢 就是说它没有办法用我们一般的 所谓多项式啦 三角函数啦 指对数的方式去描述 加加减减所造成的 它这边有一个积分的一个模式 那么这种我们称为 就是高等函数 那么请各位同学注意 这个看起来很麻烦 但是它的用途非常的广 那么我们这个地方 这个你们看一下 像T的一半的这个 这个叫做这个字要念 γ 它的小写是这样子的 那么我们要不要念错 这叫做γ方选 然后这个地方 这里是一个 α 这边就是x的α减1 1的负x 第一x x的范围由0击到无限大 要注意的是 这个x我们称为是一个叫做dummy variable 所谓的亚变数 什么叫做亚变数呢 它是用y来表示 这边改成y y y 都不重要 结果都一样 因为它是一个α的减数 这里是怎么写 写成z也没关系 只要是这里数字一样 x x x 这三个一样的话呢 结果都一样 那么这个就是所谓的γ方选的定义 那么在后面 我们会用到非常的多 现在我们要介绍的是 利用分布积分 来建立γ方选的一个递回式 现在我们看到了 γαα 这是定义 那么我们回忆一下 我们在微积分里面的积分的技巧 这个部分 有一个叫做分布积分法 那么我们复习一下 积分 udv 等于uv 减掉积分 vdu 这个各位同学一定要熟记 好 那现在我们来把它做一个 分布积分的一个展开 现在我们来看这一部分 这一部分来说的话 我们把它合并在一起了 这叫做de的负x 但是要这边要多一个负号 因为这个微分会释出一个负号 多一个负号 那么现在我们就符合了 叫做udv udv udv那么就会变成了uv uv uv 这个范围零到无限大 减掉积分 减掉积分 这边是减的 没错 可是这边是负号 所以这边要负负得正 加上积分 v 这边是v 就是这里叫做1的负x du 有看到了吗 后面把它颠倒过来了 好 现在我们来处理这一块 如果说无限大带进去 带到x去 我们会发现 1的负无限大资方 这是变成0 这个跟我们的 在工程数学里面的 laplus的变换 我们都会用得到 这边的话一定会变0 那这个0带进去 发现前面会变0 所以基本上来说 这个都没有了 这不会有了 那么只留下了 这个后面的这一部分 现在后面这一部分 来我们看看它的微分 这是对x的α减1微分 那么微分就会直接就丢下去 再降一次 来我们继续写下去 这边来说 这个没有了 这边就是1的负x照超 这边来说 我们看一下 α减1丢到下面去 x的α减2 dx 现在我们再看 这个α减1跟这个x是没有关系的 我们可以把它丢到积分的外面 丢到积分的外面之后 现在我们整理一下 我们发现这是x的α减2 1的负x 各位同学看一下 这是什么 仔细看一下 请对照前面 我们发现 长得都一样 但是差在哪里呢 这边是原来是α减1 这边是α减2 所以各位同学 应该看得出来了 这是什么呢 这就是γ方选的一个α减1 因为这里是减1 这边是α 这边是减2 这边就是α减1 于是我们可以得到了一个地回式 什么呢 它可以展开来 比如说我们举一个例子 γ5 那么我们就可以把它写成什么 4乘上γ4 又可以继续下去 这就是我们所称的地回式 这个γ方选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结果 现在我们介绍的是γ方选的一个性质 我们先把它的性质列出来 这个又称为阶层减数 怎么说呢 各位同学请看 刚才我们正出来的结果 现在我们如果把它继续下去 这边又会降下来 再降下去 我们发现 原来的话呢 这个数字减1减2减3 它会越来越小越来越小 但是它也不会太小 最后它会怎么样 到γ1 γ1是多少呢 各位同学 我们要弄清楚 γ1的话呢 其实就是 这边是 α减1 那就是0了 1的负x 那么这边 0的话呢 这边就不用了 它就是1了 1的负x直接积分 负的1的负x积分 由0积到无限大 无限大带进去是0 0带进去是1 但是这是负减1 所以这边是加1 这是1 所以这个地方来说 如果n是整数 你就会发现什么呢 它就是一个阶层的一个模式 比如说 像是γ5 我们就可以直接写 它就是什么 4阶层 来我们看一下 这得到这样的结果 这就是我们第一个结论 现在我们要介绍的是 第二个性质 很重要的性质 因为我们会 后面会用到 γ如果带的是 1 2的话呢 它就是刚好 就是根号拍 这个是可以证明的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结果 我们把1 2 带进去 就直接照带啊 没关系啊 这边是负的2分之1 这边是负X 没错 这边是α减1嘛 没错 也是负2分之1 好 现在我们要进入一个 叫做变数变换 因为我们不喜欢 这个是负2分之1 所以我们怎么做呢 我们令X叫做U平方 如果X是U平方的话 这边就负的2分之1 就可以拿掉了 那么别忘记了 DX要跟着要做 DX两边一起为分 这边叫做2U DU 现在我把这个 这里的X 用U来取代 来继续写下去 这边X 这边X换成U U平方变成了 这边的话 2次方 乘上负二分之1 就是负1了 1的负U平方 DX DX叫做2U底U 写下来了 我们发现 我们发现什么 这个一次方 跟这个是不是抵消掉了 所以我们得到了两倍的 由零击到无限大 1的负U平方 这个是什么 等一下我证明给各位同学看 这个我们利用的是一个叫做极坐标 再加上这个在我们的多变数的微积分的部分 我们要使用弗比尼的一个定理 再加上极坐标综合在一起 还有一个Jacobean的观念 可以综合起来 可以算出来 这是多少呢 这是二分之跟号牌 那么两边对销 所以这就是跟号牌 那么这个的证明 来 我们在下一个投影页里面 我们会介绍 利用一个叫做 几率密度函数的一个观念 介绍给各位同学 那么这是一个 在统计学里面常常用到的 叫做几率密度函数 那么我们要积分这个函数的话呢 这个辖积分要怎么样去计算 那么我们给各位同学介绍一个技巧 这个辖积分 假设它存在 我们假设叫做i好了 那么我们怎么计算它呢 我们是这样子的 i的平方 我们利用的是两个相乘 这是题目叫做0到无限大 1的负x的二次方 dx 我们再乘一遍 但是这一次乘的话呢 我们不要再用x了 我们用y 这样的做法的话呢 有什么好处呢 我们可以把它顺序对调之后 我们把它写成一个 非常明确的一个叠积分 中间的这个函数 我们也可以把它合并 我们也可以把它合并 这两个都是以1为底的 这是y轴 那么意思就是说 我们的积分范围就是整个第一向线 那么如果说我们的话呢 要把这个题目画成极坐标 那么怎么改呢 极坐标的话 我们的积分的角度是由0到90度 就是0到二分之π 那么距离的话呢 r的话呢 是由0到无限大 所以我们这个地方 来我们改一下 这边是1的负r平方 这边dx乘dy 我们把它改成rdrdθ 角度由0到二分之π r是由0到无限大 那么我们现在先做内层 这边多了一个r的话呢 那就好做多了 这边的话呢 跟θ无关 所以我们这边就直接写dθ 这边的话呢 是 这里是负的二分之一 1的负r平方 我们的范围是由哪里到哪里呢 0到无限大 好前面继续写下去 前面就直接写二分之π了 这边来看这是多少 负的无限大次方 这个是1的负无限大次方 就是0 0带下去 减掉 这边是负的 减掉负的那就是加了 加多少呢 1的0次方 那就是数字的1 所以这边是二分之一 所以等于多少呢 四分之π 这还没有算完哦 同学看 i的平方是多少 i的平方是四分之π 所以各位同学知道 i的计算是几呢 所以i是几 平方根 我们算出来的结果是 二分之 根号π 我们这个单元 我们介绍的叫做 γ function 就是γ函数 因为最主要的目的是 我们要介绍γ分配 那么γ分配 其实不常用了 但是γ分配 它有衍生出了一些东西 叫做k square 卡方分配 还有指数分配 t分配 都是一个相关的一些分配 这些都很重要 那么 我们想要了解 这个几率密度函数的理论 那么γ方选 一定要会 如果我们避开了 这一段的话来说 很多的东西 都只能用倍的了